啊這個木乃尼是顏色 顏色 但我不要去碰到它啊 像心情散你可能要去碰到它對不對 這個不用碰到它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白色的 你放的是白色的 欸答對了白色的 厲害喔 歡迎來到魔術玩家 這是一個有趣的知識性的魔術頻道 又到了我們這個開箱有獎針達送好禮 那今天呢 有開箱那個武大哥寄來一箱的 一箱的道具 教學道具啊舞台道具啊 有近距離的魔術道具 那裡面有一盒這個 這個小禮盒 這個禮盒比較小一點 可是不要看它小小的 它其實有三個道具在裡面 三合一 三合一 有的大大的裡面只有一個道具 這個小小的裡面還有三個道具 現在呢就來 送這一組 這有沒有名稱啊 有啦 第十四集啊 第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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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東西 這個 這個我會啦 因為這個 我們很多 那個 之前也有教學過 這裡面最 感覺 最有質感的就是木乃魚 木乃魚 這個很有質感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不錯 這個設計得很好 還有牌組 兩個牌組 一個木乃魚 然後一片教學光碟 那這個裡面不曉得有沒有教其他的魔術 我已經忘記了 不用看啦 這個 這三個我都會表演 這個三個我都會了 那我們先來 表演這個好了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心靈感應的魔術 感應一下那個觀眾 放進去的 這個木乃魚是哪一個顏色 有三個不同的顏色對不對 好 現在 我要轉過去 你放 好 你選一個顏色放進去 啊剩下兩個要 剩下兩個要先藏起來 比方給我看到 好 好 好 轉過去 好 選一個顏色放進去 然後 把那個蓋子帶起來 來 這是一個棺材 這是一個棺材 這一組真的不錯 我們有類似的東西叫心情骰 可是方法是不一樣的 好了 有心情骰啦 還有那個硬幣感應盒啊 硬幣感應盒啊 都可以知道說 硬幣感應盒可以知道 觀眾放的硬幣是一塊五塊的 好 那 那個心情骰可以感應出 觀眾放的 那個 骰子呢 是笑臉 哭臉 對不對 啊這個 木乃瑜是 顏色 顏色 那 我不要去碰到它啊 好 像心情骰你可能要去碰到它 對不對 這個不用碰到它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 白色的 你放的是白色的 欸 答對了 白色的 厲害 好 這個就是我們神奇的木乃瑜 這個法老王啊 很好啊 好 這個是 猜數字的 感應數字的 所以觀眾選了 選了幾個數字之後呢 我可以知道它的總盒是多少 這個就不表演了 我來表演排組 總共有四張 有三張 黑桃屎 有一張是蓋起來的 好 先把 這一張拿出來 放在這裡 轉一下 欸 黑桃屎不見了 好看一下 黑桃屎到底跑到哪裡去 嗯 成了這樣 欸 這好像有點像拼圖 可是這樣好像有點怪怪對不對 好像不太對 好 好 沒關係 這個 欸 好了好了 感覺好像好 一張 大張的 黑桃屎 對不對 再給你確認一下 黑桃屎 只有一張完整的 拼圖 黑桃屎 好 不是小禮盒 小禮盒裡面還有三個道具 跟魔術禮盒 那一樣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魔術玩家 四個字 然後呢外加問一個問題 這個好了 欸 剛剛還有兩個木耐椅 你把它藏起來 嘿嘿嘿 好 剛剛呢 觀眾選的木耐椅是什麼顏色的 這樣好不好 這很簡單啊 好 欸 回答一個問題啊 就是 剛剛呢 觀眾選的這個木耐椅是什麼顏色的 好 然後呢 這個 十五個名額裡面呢 我們就抽這一盒 裡面有三個道具 還有一片教學光碟 然後呢 按讚 記得按讚 按讚超過十五個 按讚超過十五個 我們再加送一個道具 好 所以呢 你來留言的時候 記得順便按個讚 超過十五個 我們加送一個道具 就有兩個 名額對不對 好 那 順便呢 記得要邀約朋友一起來抽獎 再見